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配置由MFSTAT型维达 前进桥三秒后围感只有一面 这个配置在印度的驱逐舰上已经成功安装 以色列也在综合了他们的经验 等到确认这套配置成熟后也安装在了该型护卫舰上 这样的配置让人很难相信这是2200吨级护卫舰能够做到的 但是这个国家的确做到了而且非常成功 这样的战舰一问是便得到了大家的赞赏 美国海军看到后更是表示为什么自己国家就没有想到 这对于有着机内战舰支撑的美国有着非常大的打击 其实这一型的轨舰它的吨位还不够大 这对舰载直升机有着不小的影响 这样在比较复杂的海域直升机的起降就出了问题 426型不管是在雷达还是火力系统上 都比冰海战斗舰强得多 但在航速上或者还是要比前者优秀的 但这个优点也只能体现在追击潜艇上面 但只要有了舰的直升机这一优点也就不算什么优势了 它要出现也反映了在研究路线上的错误 等到四周后一舰停不足以之后 该国家的制海能力又会有飞翼般的提升 可以反导可以防空 这简直可攻可守 让人惊叹 看完了这三点就会再介绍到这里 视频就在雷辉远 如果有了军事的剂情就完成 我们下一期再见